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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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星的那个有一个粉砖嘛 然后我节目之前有去看过 他小时候真的是太可爱了 非常的萌 今天实际看到他本人觉得 非常的结实 非常的结实 就是我想象中警犬的模样就对了 因为福星有一个炯炯的脸还有抬头纹 对 超可爱 而且他的身材就是非常的就是这个 霸霸霸的 很好摸 非常的好摸 你们新北警犬队主要的执勤项目会有哪些呢? 我们就主要负责大型活动 然后还有重要人士的 利林场地的安全检查 然后也会搭配一些地方分局的警察 去做一些灵检啊搜索 去笑语啊 或是像刚刚说的大型活动 犯罪预防的宣导 哦 因为我们刚刚开场有提到 福星是全台唯一的血迹征收拳 这个难度听说蛮难的嘛 那可以先问一下 就是像要训练警犬去绣纹血迹跟毒品啊 训练的方式是怎么样子呢? 那去找那个味道 然后找到味道就给他奖励 哦 是这个味道 好 福星好了吗? 好 好 那我们开始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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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是不是 哦 找到了 很厉害 很厉害 其实好 像我们之前訪問檢疫犬 他也是 对对对 就是让他去造 大大致上就是这样 可是有些民众会认为说 诶 细毒犬是不是就是就是平常为他们吃毒品啊 毒品啊 其实就是 也太危险了吧 所以可能会死掉 对 对对对对 训练他们是用那个棉花去以毒品的味道 毒品跟棉花放在一起 然后那个棉花就会找不到那个毒品的味道 我们再用狗去让他那个棉花 不会直接去闻到那个味道 就跟我们以前房的棉花就不太一样 对 棉花就是直接拿那个东西 真的什么 苹果啊 然后猪肉 牛肉那种 那个可能对他们比较没有害 对 对哦 毒品不能吃 对啊 感觉狗狗会不小心吃下去 蛮危险的 对 鸡的绣纹训练难度有多高呢 像鸡的味道 我们去闻都是一些鸡腥的味道 我们自己去闻那些家禽类 鸡啊牛羊猪那种 对啊 你也会觉得就是鸡的味道 然后一开始在训练他的时候 其实他也分不出来是什么味道 真的是那时候撞翔期蛮久的 大概整个训练了多久 训练大概一年上下 很久耶 对啊 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让他闻 鸡的样品吗 对啊 就是闻人鸡 跟一些奇怪怪的鸡 所以就是一样是 他真的有找到人鸡之后就坐下 对对对 然后等他要知道这是人鸡之后 然后去突破就是你要更去稀释啊 或是放在不同的材质上面 因为可能人鸡沾腹道指啊 或是沙发或是木头 可能会更不一样的味道 这其实还蛮困难的 不像就是毒品啊或是爆裂物 他们本身散发出就是一个独特的味道 嗯嗯嗯 我有个问题 就是血不是为什么干掉 或者是可能因为一些外力 或是人文因素被抹掉什么的 在比方说一个刑案发生之后 狗狗去可以找出那个血的期限 大概会多久 我们目前测试的话 好几个月的 或是好几年的 他都会稍微做出反应 可是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说 在哪个点 他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做行为改变 可能比较兴奋 或者觉得这边怪怪的一直闻 复兴的任务可能主要就是确定说 受害者的血液到底到了哪些地方 之后就是还是要交给专业的见识人 对啊 因为没有办法清楚说 这个一定是被害者的人血 说不定也是其他人的人血 只能确定说这个是人血而已 他没有确定说这是你的或是我的 那那个准确率大概是多少 是不是真的有血 就是他做反应的地方 几乎都命中就对了 对 那你身测血迹的难度大概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可以滴血 然后滴在500cc的清水里面 然后闻得到 这样也闻得到 对 然后我们再滴在各种地方 还会去做反应 未来可能就是还是会继续朝着更多变啊 更复杂的情况去训练 更细时啊或是放更久 他的这个训练课程 会是有一个专业的训练师还是什么设计 给他这些课题 其实都会依他的状况然后去调整 我们也有请教练来教我们啊 然后我们也会自己讨论啊或是互相学习 然后看到状况怎样 再去做一些训练的改变 看他当时的状况 因为像之前我们访问那个检疫犬 他们都有蛮明确的 一定要会闻某几种味道啊 这个我们也是都有啊 因为像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些检测 可能这个月要闻那个味道 然后下个月那个味道就是更减少 然后也有好几个关卡 我们每个月都要检测 狗狗就是会越来越进步 然后你跟他的默契会越来越好 训练的效果会越来越好 那刚刚有提到 竹心曾经参与板桥分尸案的任务 想要请志伦分享一下 当时你们搜索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因为是分尸案嘛 所以犯险就一定会把家里都清理得一干二净 所以进去就跟一般的住家没有两样 然后他就是在那个锅具那附近 就是有一些反应 大概是怎样的反应 就比较兴奋 他没有办法很准确 因为那个都是已经把那个肉都拿去绞掉了 然后去冲掉 所以根本很难知道说准确的位置 但是你们在办案的过程中就可以知道说 凶手可能有用这些锅具成装他分尸的人种 其实也有在那边就是采集到被害人的协议 那还有一个台中的那个命案大概是怎么样呢 一个男子嘛 然后他女友就是14年前失踪 6年前奶奶也相继的失踪 推测说可能是召这位男生的下手 然后后来有在他们房间找到奶奶的一些协议相关的急证 然后再开始追查 其实那个现场很乱 好像好久没有住过人的家里面 然后很闷热 没有电他没有水 然后房间很乱 地上还有一些装潢工程剩下的东西 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也很怕他是踩到 或是鼻子去闻到一些铁钉 或是一些木头的尖植物 可能会受伤 对啊他们很久都没有人住厨房 就很多那种乱的味道很臭 我们人类闻都很臭 何况是狗狗 那会不会影响到他绣纹的准确率呢 就是还蛮欣慰就是说他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可能对他们来说那个味道应该是很刺鼻的 里面很闷热 然后他其实蛮怕热的 然后他也是蛮认真闻的 然后我们就是尽量让他休息次数多一点 可是闻完一个房间就要休息10到20分钟这样子 然后里面蛮大好几个房间 那警犬其实应该也是分蛮多工作的对不对 对啊对啊 狼犬的话 因为狼犬的体态比较凶猛 也比较利多 身材比较敏捷 如果去比较大范围的搜索 用狼犬的话会比较多 然后像拉布拉多看起来就比较温和 是的犯罪宣导 我是去在KTV啊闻一些人类啊 就是让大家比较不会怕长 就是戴拉布拉多这样子 哦原来是有不同的功用 我刚脑袋里一直在想拉拉去看到坏人的样子 感觉很可爱 对他就是用无辜的眼睛看你啊 会让你卸下防备 刚刚节目开场之前有让福星秀闻我们身上 就是在我们身上放毒品的细味 就放在我身上福星就这样闻闻闻很快 闻到我身上有的时候他就立刻坐下了 超快就坐下了 对超快就坐下了 而且他就是完全无害 就是会让你松下戒心 对他完全会让你放下戒心 然后让你知道说我已经找到你咯 因为我们国内工作犬的组织 然后架构还没有很完整 然后我们就是想说要去训练血鸡犬这一块 挑一只比较沉稳 然后活动力比较强的狗去训练 然后福星的话就是很特殊 因为这六只里面五只都是黑色的 然后只有它是黄色 表现也还很不错 就是吃东西或是睡觉 他都很快速 就是像六只他们就是会去挤妈妈的母奶去喝 然后他就是很快速的挤到一个位置 快速的吸饱之后 然后就去旁边睡觉 其他只他们就是不知道在那边忙什么 挤来挤去然后都还没喝到 爱喝不喝 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做到他的目标 然后去做他的事 聪明跟比较独立是从这个地方看出来的 对对对那也蛮爱玩的 而且刚刚志伦是不是有讲到说 福星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展现一个很沉稳的东西 是叫他说你在这地方待着 他就可以真的 对啊他会待着 然后也不会叫 就是有发现说独立沉稳的特质 然后叫他做事情他也会去做 叫老实叫他很厚吧 刚刚福星叹了很大的一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对不知道是不是 你是不是嫌我们讲话有点无聊 还是你想要爆料一下 就是爸爸有什么秘密吗 好可爱 对啊 好啦我们今天上集的部分就先聊到这里 那我们下集的部分再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警犬队的日常 到底都在做什么事呢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欢迎给我们五颗星评价 每周五准时收听有点麻麻的 谢谢志伦 谢谢福星 工作室 中等伐克 收手